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当然已经呢 各国当然各国的反应都也出来了 甚至呢冲突升级 包含了在南美洲 现在有三个国家出手要来抵制了 首先来看到今天最新是波利维亚 开出第一枪要来断交以色列 波利维亚总统表示 以色列屠杀种族危害人类犯下战争罪 以及危害人类罪应该要立即停火 那谈养胡呢 应该要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检控 那以方呢 针对这项也做出了一个回应 表示说这是向恐怖主义来投降 那另外包含了哥伦比亚的总统 也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同时 也表示如果不平止对巴勒斯坦人民屠杀 就不能够再继续待在那边 以及在致力总统的部分 表示以色列在加萨犯下 令人无法接受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因此呢也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 在波利维亚开出的第一枪就是断交 我们也请到海明哥来到现场 海明哥 其实现在当然世界各国陆续都有一些反应 但是我们也都看到 就这些国家 虽然表达他们的立场 但是我也必须很遗憾的说 毕竟他们都不是现在 在世界上有主导性地位的国家 所以他们就只是表达一些 他们的立场 并不能够改变现实什么状况 那可是这是目前的阶段 随着以色列如果他的地面战规模越来越大 甚至在进行各种各样不同的杀戮 因为他可以为了一个 一个哈马斯的指挥官就直接轰炸难民营 然后就造成数十人死伤 那这样子的暴行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我觉得国际对以色列的谴责 还有对美国的谴责会越来越强烈 那这个时候美国就要承受 这些相关的压力 那不要忘记美国现在正在干什么 美国本来在进行的是跟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之间的大国博弈 他本来正在怂恿这些国家 包括印太也好 包括东南亚也好 包括甚至在非洲 在中东 他都想要形成一个包围圈 去遏制中国势力的发展 去做一个集体性的包围 那现在如果美国任由 这种情况下去的话 他会为了以色列一个国家 把他整个大战力全部放弃掉 有可能 因为到最后 你要知道包括西方这些国家 他因为全世界宇论压力 一定会越来越强 他们每个国家内部都有 这些人权团体这些东西 到最后压力越来越强的时候 这些国家会被迫必须要选择 跟美国划清界限 实际上你看 法国今天已经发生了 因为有人带头巾在那边喊 然后就直接就被枪杀 然后这只是个开端 以后我相信在欧洲 大概可能几天 就会发生一次这样的状况 会越来越多 美国境内一定也会 美国有上百万的穆斯林 在那个地方 你觉得他们看到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他们会做什么反应 所以当这种冲突 然后恐怖攻击 越来越多的时候 很多国家是承受不住 这种压力 到最后他必须要选择 跟美国划清界限 甚至至少在暂时 跟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这个时候 美国还能够撑多久 不要忘记拜登 其实现在正在展开 他的竞选连任之路 我是不敢想的 所以你想想看 当然对他来讲 这真的是两难 因为美国穆斯林团体 现在已经在讲 如果你拜登持续这样下去 我们就不支持你 没有选票 对 那可是问题是 犹太人更多 犹太人有800万 1800万 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叫拜登 为了穆斯林得罪犹太人吗 他好像也很难做这一点 更换犹太人掌握美国的金融 所以他陷入这种 左支右措的状况越久 美国越难下决定 到最后就是 就是美国被世界孤立 你能够想想看吗 这个世界有一天 会把美国孤立掉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 那只是为了挺以色列 拜登自己要去思考 这样值不值得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纳坦雅胡 现在当然为了 维系他个人政治生命 他已经什么都不管你了 就是硬干硬来 可是问题是 全世界还要任由 纳坦雅胡这样做多久 我觉得纳坦雅胡 恐怕自己内部也要小心 你不要以为 以色列内部所有人都支持他 其实内部他们有很多人 是反对他这样做 有不同的事情 对 当这个战争千言日久 持续情况下去 以色列跟美国同时 被孤立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反对声浪出现 我觉得到最后 纳坦雅胡可能要小心 以色列内部搞不好都会出院病变 是 张军 我特别说明一下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说 华尔街里面都是犹太人 你知道吗 然后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面 他为什么会被大家赶来赶去的 其实就是他很会赚钱 为什么他很会赚钱 因为他自从被灭国以后 他流浪到各地 他没有土地 他没有土地他就干嘛 他就开始去经商 做生意 做生意然后放高利贷 然后放高利贷以后 他就很有钱 可是当初欧洲那些人 就比较傻乎乎的 就是很辛苦种钱 就种钱嘛 耕作嘛干嘛 然后赚了钱以后 他意味着要生活 他去借钱 就可以犹太人借钱 因为犹太人没有土地 他不用耕作 他就是光靠放高利贷 那在这种状况下 搞银行 搞银行 就一样道理 刚开始叫高利贷 后来慢慢演变成银行 然后他们就有这种观念 他小孩子 大概在15岁的时候 他们全样就给他一笔钱 他就拿这笔钱 开始去投资了 所以他们很有经商的头脑 可是在欧洲人的看法 为什么 那时候欧洲在希特勒之前 为什么那么仇视犹太人 觉得你们都不工作 也不辛苦工作 然后就是靠放高利贷 就是靠着借钱给我们 然后赚钱 所以可以说他们在经济方面 他们经商头脑是非常好 对 所以也因为如此 因为数千年下来以后 他们就很会经商 但是也因为经商 关于跟欧洲这些国家 就相处得不好 那现在历史不是重演吗 就是华尔街现在来讲 都是犹太人在掌控着全球美国的经济 然后掌控经济的时候 就掌控到政治 所以美国人就必须听犹太人的 那现在来讲 这历史上面 我觉得历史上面是不停的一些 人应该要从历史上学着一些教训 那如果说你继续用经济这种霸权 来控制政治 用政治来控制其他国家来讲的话 那不是跟以前欧洲那个时期 那种历史又重复的重演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尤其是下面我们讲到说这些国家 很多国家现在慢慢 其实最早跟以色列断交的 不是断交 就是互相召回大使的是 土耳其这个国家 他先召回大使 那中东阿拉伯国家 你看现在连南美洲的国家都已经出手了 那中东这些阿拉伯国家呢 他是不是好不容易说以色列 你可以跟沙特有一个和解 有一个建交机会 这个时候你放弃了这个机会 然后用这种大肆屠杀的方式造成阿拉伯 那以后谁敢跟你建交 以色列 沙特还敢跟你以色列建交吗 如果他跟你建交的话 他在阿拉伯世界国家之中 他再怎么可以有任何的发言权 所以连南美洲这些国家都应声都已经出手了 说要向以色列说他们是恐怖主义 说他们是这个种族的一种灭绝的手段 然后违反人道主义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觉得全世界各国来讲的话 这股风潮会势必会慢慢越来越扩散 然后以色列跟美国现在是什么你知道 就骑虎难下你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一个是犹太人的这种经济的霸权 另外一边是人道主义全世界全球各地国家 这个所有人民的人类的一个反弹 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以色列跟这个美国来讲的话 可能美国踏入这一趟浑水之后 可能他后续来讲自己也很难收拾 那世界来讲 我觉得从现在是一个拐点 之后会不会有更乱的状况 或更悲惨的状况出现 我们可以等着观察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